早期的洗灰主要讲述的就是灰太郎在青青草原抓羊 为了能够吃到小羊 灰太郎费尽了各种心思 从登场以来 灰太郎想出了非常多的办法抓羊 可他想的每一个办法最后都被洗羊羊攻破 可以说在青青草原上 洗羊羊是灰太郎最大的敌人 哪怕灰太郎成功将小羊抓回了狼堡 或者是羊进了锅 最后也会被他们找到机会逃跑 后来随着羊手系列开播 羊羊团和灰太郎一家也建立起了深厚友谊 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可没想到洗羊羊竟然在这时候被狼化了 甚至就连灰太郎一家也差点被主 在跨时空救兵中 同一个时空出现了两个洗羊羊 在他们和小狼人对战时 过去洗羊羊意外被相反锤砸中 导致他狼性大发 跑到了狼堡想饱餐一顿 当时灰太郎并不知道洗羊羊已经狼化 在听到洗羊羊说要吃他时 灰太郎还以为他是和自己开玩笑 当洗羊羊抓着灰太郎尾巴咬时 灰太郎才反应过来不对 看着洗羊羊呲牙咧嘴的模样 吓得他小心脏砰砰直跳 在这期间灰太郎曾试着想用发明将洗羊羊捆起来 可因为洗羊羊反应力太过迅速 一个动作就让灰太郎作茧自负 在被捆住后 灰太郎也只能听天由命 在听到洗羊羊还想吃自己的老婆二字时 灰太郎吓坏了 为了保护他们灰太郎主动将自己贡献出去 想让洗羊羊先吃自己 在看到这一幕时 粉丝们都笑了 大概这就是所谓的风水流年流转吧 以前都是灰太郎把羊抓回来 嫁过生活煮羊 现在却变成了自己面临被吃命运 幸好现在他和小羊们成为了朋友 在危急时刻 灰太郎还能用手机通知废羊羊 被洗羊羊发信后 灰太郎差点就被拖去煮了 要不是因为红太郎和小灰灰一直拉着他 只怕等费羊羊他们到狼宝后 灰太郎已经变成了香喷喷的狼肉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陶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